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雅各生命的成长 上帝要用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我们自己个性里的毛病 习惯 原生家庭产生的一些 我的行为的模式 我的价值观 很多都是错谬的 但是上帝会借着环境里面的人事物 在我们身上不断地调调调 调我们这个人 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爱的 也许是老板 主管在我的身边 他对我的生命里面 补足我里面的一些受伤可能得医治 但是也有的时候 神透过一些很不合理的老板 一些很恶待我的一些主管 却也在我的生命当中磨练我 经得起风吹雨打 谢谢主 就好像雅各 神要带他进入命定 因为他在一个被拣选的家族里面 而在圣经里面说 唯有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都像雅各一样 在一个被拣选的这一群人当中 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被拣选的 而上帝拣选我们是有一个目的 他有一些托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托付 因为我们不够成熟 我们许多的时候像 像在家时候的雅各 是活在恩典里 活在祝福里 活在宝贝 甚至是被溺爱的 但是上帝要用 要用雅各的时候 上帝就必须把他从 爸爸妈妈那个宠爱他 溺爱他的妈妈的身边抽出来 把他放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 好像集训一样 我们在扶兵 在当兵的时候 常常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人被挑出来 送到那个特训班里面去 那些人特训很辛苦 可是其实常常旁边人很羡慕他 因为他们是被挑出来的 我们是被挑出来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正在经历神透过环境 给我们的很多的磨练和塑造 前两天和你分享 雅各在那里自述 叙述他自己过去这20年所经验的 他很辛苦 而且碰到一个很恶待他的 甚至不太讲理的一个主管 一个老板 而接下去呢 辛苦也就罢了 这个工作上面有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要求 也就罢了 更麻烦的是什么 我相信他后面讲的这段事情 对我们绝大部分来讲说 那这个太过分了 太过分的是什么 我读给你听 他说 他说我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 为你的羊群服侍了你6年 总共20年的时间 这20年时间你10次改了我的公价 10次改了你的薪水 那个意思是什么 调薪10次 越来薪水越来越高 如果是这样有什么好抱怨的 10次调了他的薪水 是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 20年当中调了10次 平均两年调一次 而且每次两年又降一点 又降一点又降一点 哪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做了20年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 三万块钱一个月 然后到了20年之后 你只剩下一万八一个月 我看大部分人都不干 哪有这样的事 可是雅各就是碰到这样的事 辛苦也就罢了 至少你有薪水 你对我很苛刻 没关系 我咬着牙 这个为了五斗米折腰 咬着牙我也做下去 结果你又苛刻又辛苦 然后你还一直扣我的薪 薪水一直降一直降 你维持原先 20年都没有调过薪也就罢了 还20年调了10次 还越来越少 但是谢谢主 这就是雅各 可是雅各 从20年前的妈宝 到这个时候的雅各 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 上帝祝福你 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 也会成为不一样